11月5号,五件海外文物珍品亮相正在上海举办的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有购买意向的中国藏家可以洽购这些珍贵文物 据悉,这五件文物是 球鹰款西巡图 球鹰款山水人物画 球鹰款庭院侍女图 瀋州款雪江山水 赵伯鞠款青绿山水 球鹰是明朝中期吴门四家之一 瀋州为吴门四家之首 赵伯鞠则是南宋著名画家 这些文物均为传世就藏 据展商香港鸿畅奇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的高级项目经理季小萌介绍 得知第三届进博会有鼓励文物艺术品参展的政策后 公司通过艺术品经销商渠道向海外藏家发出了邀请 海外藏家也都对参与进博会持积极态度 但因为筹备较为匆忙以及各国疫情 此次只呈现了五件文物 那这是我们是招商到日本的一位资深藏家的一些早期的收藏 是五件非常稀有的作品 那其中我们可以看到有球银款的西巡图是长达11米多 季小萌说五件文物珍品都来自一位日本资深藏家 进博会鼓励文物艺术品参展有利于促进文物回流 对广大中国藏家和中国文化界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进博会期间如果中国藏家有收藏意愿可以协商价格签约购买 上海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三科副科长王斐表示 这些文物如果在进博会展中销售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相关规定 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因为这是首次进博会的文物 就是我们协调了文物局和文物局一起进行的一个 就是联合开箱的一个工作 就是减少了它是不必要的开箱的一个次数 为展商提供了便利 就是它如果展中市进行销售的话 我们会就是根据海关总署 它有个就是规定嘛 它可以进行一个税收的优惠政策 据了解 为支持进博会办出水平 办出成效越办越好 促进海外中国文物回流 中国财政部海关总署和税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 在进博会展期间 每个展商销售艺术品收藏品及古物类展品 可享受五件以内的税收优惠政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镬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